来 现在你要在我和老郭当中 选一道题 郭老师 来 老郭有请 好 好 现在郭老师的这道题是 我也有人鱼线 人鱼线是什么 这里可以求助于江振宇老师 好 江老师 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身材 尤其是男生特别讲究这个 在哪里 在骨盆的这个位置 所以很多身材好的 腰细的男孩都喜欢穿低的 然后把这两条线给它露出来 因为我有听他们说 我没有 你没有啊 我没有 江老师那通常什么人会有呢 就是一定 身材巨毫无比的 对对对 我觉得你的眼神很讨厌 没有没有 我是 人鱼线 来 我是谢沐的呀 你得问问他 他有没有把人鱼线 和复古勾勾搞混了 就他自己搞混了 是吧 对对 你得问好不好锻炼呢 锻炼过什么呀 其实我还想问一下江老师 这个人鱼线要练多久才会出现 就是只要你的体脂含量 体内脂肪含量不是特别高 比如说15%左右以下都会有 但是关键不是只在练 就像我就是属于 你要是使劲摸的话 腹肌都在 但是你看不到 就比较悲催 那就是体脂含量还不够 对 体脂还比较高 然后还要吃的讲究 就据说有一位兄弟 他的主食只吃蒸 或者煮熟的土豆 红薯 山药这种东西 然后还吃大量的蛋白质 比如说牛肉鸡蛋 然后他的身材就是非常好 我告诉你 有人逸现的男明星都有哪些啊 然后你再跟郭老师做对比 比如说彭义渊燕 谢霆锋 还有吴建豪 还有周杰伦最新专辑 那个封面里面都是一直滴到那儿 就是那样的身材 嗯 刘妍 你跟他说我有人逸现 快 说 快 郭老师 那个你的人逸现 是如何念出来的呢 我小的时候学过唱戏什么的 然后也没少就算所谓的锻炼吧 但您让我光吃土豆我受不了 嗯 那你有谁看过任人逸现啊 就就爱着姜诚宇做那个 什么 什么呀 什么 就你平时也是经常吃土豆啊 这些吗 吃过 但光吃可受不了 而且我不相信他吃土豆 能吃得这么好的身材 还有土豆啊 我只吃澳洲的那种土豆啊 粉红色的见过吗 特别光亮 像孟老师脑袋似的那种呢 浅粉色的土豆 郭老师 我能摸一下那个人鱼线吗 你摸多少钱的 还要给钱呢 那当然啊 不能白摸啊 你想 你以为出来容易啊 我们 来 先摸后腹 那不行 我们这儿没这规矩 你摸完跑了 那么找谁算账去 对 我们可不是没吃 我这儿亏哟 对吗 我完了 你移民了 我们怎么办 我觉得也不合适 郭老师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有 当初有一个想法 练就是人鱼线呢 我不是故意练的 我们哪懂这个去 天生 就是无意中 无意中又给你练出来了 我有人鱼线就才知道 不许臭线呗 就是 他们都嫉妒我 那你怎么确定 那个就是人鱼线呢 我是谁看的 你不给是脂肪 压出来的线吗 所有人看的都会承认 是 人鱼线 所有人看的 我们一起来判断一下 好不好 那得你先判断 我再展示 可以选择了吗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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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要提醒你 就是刚才留言说 那几个明星 他们都很 身材很好 对吧 但是其实我转了一下脑子 我觉得胖的 也可以有人鱼线 就是他特别胖的时候 别问了 压出来的丝毛 对对对 那个是尸板压出来的 圆的肚子 被小的骨盆接住 一挤 也有可能有人鱼线 OK 郑宇 你说实话 你原来是不是个妇科大夫 那郑宇就不叫人鱼线了吧 因为也叫粉丝 你去吧 好 我去了 我 我 我选了 我觉得是真的 好 回来 我要看哦 姑娘 你是条汉子 我 人鱼线 请展示 对 答应你了 必须要展示 不光是你要看到 所有人都得看到 人鱼线 对不对 来 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做好准备了 这是一个人 这是鱼线 你跟他说这有意思吗 对 这有意思吗 有意思没意思 放了一天告诉你 这道比你答错了 他老公接下来的话说 你可以去摸那个人鱼线 我说到了 有人 有鱼线 对吧 这不行 这摆明是骗女孩子的 不行 但是你非常的可爱 谢谢 我们大家都喜欢你 以后常来玩好吗 好 好 拜拜 好 南下找我 拜拜